抗建堆田區如果真的要做 不是說我今天抗建 第二天的垃圾就可以放在那個位置 不可能 至少要兩年 屯門甚至要四年 因為屯門連規劃都未去做 變成屯門如果真的要抗建 真的放在垃圾那一天 是四年後的事 但問題是我們的堆田區 預計2019年全部爆沒 所有人都會說 一定要做源頭減費 但亦都是大部份人知道 做源頭減費之後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無端處理的載體 這個載體不能避免 好像我們的家 無論如何都要有洗手間一樣 很多人都說 找回國內 想起這些東西 真是一個公義的問題 每一個城市地方 必須要自己處理自己的東西 自己的垃圾 廢物由我們自己產生 由生活自己產生 我們必須要承擔自己的責任 其實所有事情都要現在開始 包括我們怎樣減費 你會不會加上這樣的日落條款 其他區最走彎的 以前最舊式的堆田區 都有終結的一天 我講一講一個例子 例如新加坡 它有一個堆田區 但同時間它有五座墳化路 它就說 希望我們再可以建多些墳化路 希望堆田區可以至少用50年 或者甚至更長希望70年 心說你的話 政府其實希望屯門堆田區 是可以直到永遠都不散 當然我們同步就是怎樣源頭減費 一樣要說清楚 原則我不辯 原則就是怎樣令到香港有整存廢物管理 我也知道 墳化堆田是必不可少的東西 但同時間 源頭減費包括一個政策 就是剛才的按量收費這一對政策 怎樣可以加大力度去做 就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